而近期西藏更是骤降暴雪 平均海拔4700多米的西藏日喀泽市港八县 平均积雪达到了30多厘米 有200多名牧民约36000只羊被困 西藏军区某部官兵接报之后 紧急出动展开救援 接到灾情通报后 西藏军区某合成旅官兵昼夜激动 赶赴受灾严重的龙中乡和孔马乡 帮助地方群众紧急装载古草饲料等物资 协助地方力量进一步查明灾情 配合工程机械 抢通抵达草场放牧点道路 历史很罕见的大雪 我们很多的牧民牲畜被困在了很远的山区 地方政府和解放军连夜打通道路 部队派了很多官兵和车辆 前送人员后送牲畜和物资 在此对解放军官兵表示最忠心的感谢 为吃饱人员和牛羊安全 部队再次出动车辆十余台次 协助三个草场55个放牧点的牧民和羊只转移 并对其他牧民居住区展开拉网式排查 途中官兵们还设置了爱民住民服务站 为过往群众提供食品和感冒冻伤药品 经过三昼夜的全力救援 200名牧民和3万多只羊 已经全部被转移到安全地域 随后官兵又迅速进行道路疏通 帮助当地群众恢复生产生活 帮助当地群众恢复生产生活 帮助当地群众恢复生产生活